自打国产航母首次出海海事以后,我们看到国产航母依然呆在大连船厂,我国首艘国产航母于5月18日,完成了历时五天的首次试航任务返港, 说实话这次海事还是相当的成功,之所以引起比辽宁舰还大的关注,显然在于这艘航母是名副其实的国产航母,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航母,辽宁舰毕竟当初是拉来的半成品航母,解决了我国没有航母的尴尬,而首艘国产航母的问世,真正代表了我们完全有能力建造大型水面舰艇, 重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,从5月23日入伍到7月4日出伍,我们看到国产航母待在船屋里足足一个多月,显然是进行了各项检查和维修,但是何时第二次出海海事,成为了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, 要知道如今的辽宁舰也在大连船厂,自打上次进入船屋大修后,我们也面临着没有航母可用的尴尬,而就在8月17日上午10点44的时候,我们看到辽宁舰海事局发布了进航警告, 而且在11点7分的时候,我们看到辽宁海事局再次发布了进航警告,短短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,辽宁县海事局就发布了两次进航通告,这是否意味着国产航母会有所动作, 而且这两个警告,一个进航的时间为7天,一个进航的时间为4天,对于第一个警告,显然已经足够国产航母第二次出海海事了, 按照辽宁海事局的说法,我们将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将执行军事任务,但是连续发布两次进航警告,是否意味着这次军事任务的规模很大,要知道在大连船厂的客不仅仅,只有我们的首艘国产航母, 而辽宁舰正在船务里维修和保养,按道理来说时间也够长了,当初辽宁舰在大连船厂,首次与国产航母同况的照片被传得沸沸扬扬,毕竟大家期待双航母时代的早日到来, 而这几天,我们看到国产航母的舰岛,再次冒出了黑烟,而且国产航母的甲板上已经非常干净,显然是做好了第二次海事的准备, 而且辽宁舰依然和国产航母并列放置,此番国产航母的烟囱再次冒烟,显然动力引擎已经启动, 那么是否意味着国产航母将在未来几天会再次出海海事,毕竟第一个警告的时间是7天,足够国产航母出海海事了, 国产航母如果再次出海海事,那么很显然不会再单纯的测试基本数据了,而大家期待已久的舰载机在国产航母上升降,很有可能成为测试的内容, 毕竟有了辽宁舰的升降经验,舰载机在国产航母上起飞,并不是什么难事,而且我国东海和南海依然面临巨大的压力,迫切需要国产航母尽快形成战斗力, 而且这次连续发布两个警告,辽宁舰和国产航母是否有可能同时出海,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, 对于广大军迷来说,显然会兴奋不已,毕竟两艘航母同时出海,我们能够第一次真正感觉到双航母时代的到来, 而且国产航母首次海事,非常顺利,不出意外的话,最早会在年底正式交出海军,那时候才是双航母时代的真正到来, 当然,那两艘航母能不能同时出海,这个只能说有可能,毕竟国产航母会不会进行第二次海事现在还不能确定, 但是既然发布了两次警告,划定的这片区域肯定会有所作为,而国产航母的海事区域显然也在这里, 此番我们希望国产航母能够再次出海海事,更希望两艘航母能够同时出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